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的恩恩怨怨 或者可以从日本最南端的国度 冲城讲起 冲城在1879年被日本吞併之前 是一个独立王国 叫琉球 象征琉球王国权力中心的首里城 不时迎来从中国远道而至的时节 1372年第一次刘族的金冠船派到中国去 然后刘族国王使完了以后 中国派一些赤峰师来赤峰 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炒功跟赤峰在一起 琉球从明朝开始成为中国的繁淑国 明太祖更派遣一批身怀绝艺的专才 统称敏仁三十六姓 从福建移居到琉球 帮助当地发展 今天在冲城的丁字路口 都会看到这些石錦当放在路边 相传可以用来挡杀 这个中国习族 当地人相信是随着敏仁三十六姓 或者后来的中国事节而传入冲城 敏仁三十六姓到琉球之后 最居的地方叫九米村 所以他们被称为九米人 今天九米村已经面目全非 但是敏仁的后代仍以九米人自居 我们的祖先姓梁 是在福建的吴航和江田过来的 他们是在天讯四年 即是一千四百多年 被中国皇帝派他们过来的 到我现在是第二十代了 他们在天讯四年 这个地方 上江州和南的祖先 早在六百年前落户九米村 已经从姓梁改姓上江州 虽然改了日本姓 但是还要紧守中国的风租 我回来了 买了鱼回来了 买了这些 会逢4月,九米人中亲会 都会举行清明祭,大家聚首一堂 作为九米后人的妻子 在祭祀早一日就会约在一起 准备一款家乡菜,御三味 御三味是中国传过来的料理 即是得清明祭会煮 除了猪肉之外,还有鸡和鱼三样东西 要做一百人的份量 鱼三味的材料包括鸡、猪和鱼 鸡代表天,猪代表地,鱼代表海 煮法主要是用蒸 充分发挥中国南方的烹饪特色 放入冰箱一晚,明天再煮一次 就可以放入便当 放入便当中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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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放入便当中 放入便当中 拿进去 今天很忙,因为要做给一百人食用 现在,我什么人的手,都想借 連貓的手也想射 大漢六百年前 我們第三代祖先開始葬在這裡 現在已經葬了十七代 這個墳墓是明治六年重建 一年一度的清明節 九米人難得聚在一起紀念祖先 對他們來說這一天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會盡量出席 乾杯 清明祭祖這個中國傳統 不僅九米人重視 整個沖繩的日本人 也會在清明四月去拜祭先人 這個雜族在日本 只是沖繩獨有 而且當地人的墳墓 很多都沿用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的龜甲墓 梁氏吳江會的族譜 代代相傳了六百年 最早追溯到他們的先祖梁松 我們祖先主要做翻譯的 以前琉球是一個賭國 沒有做貿易的經驗 所以中國政府就派了很多有識知識過來 傳授航海貿易語言方面的知識 九米人以身為知識分子的後人 而感到自豪 尤其是一般老百姓都沒有自己的族譜 而他們有 他們的地位就顯得高人一等 是沖繩 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可以有族譜 只有時族階級才可以有 族譜如果沒有琉球皇帝認可的印章 放在上面 就不稱得上族譜 我們能夠擁有族譜 證明皇帝重視我們九米三十六勝 我們作為後輩 真的覺得很自豪 琉球皇國掃養中國文化 所以對敏仁三十六勝 以至他們的後人都非常尊敬 其中程順則和蔡溫 不單擔任過朝廷高官 還被後來的學者列入琉球五位人之內 像蔡溫一樣 她對琉球作出了很多貢獻 例如種植林木 治理河水氾濫 修路 改善了琉球整個環境 是一個好料不起的人 九米人經常往來琉球和中國 將中國的漁學、技術 甚至政治制度傳入當地 對琉球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九米村長時間受到政府很大的優待 政府認為九米人會為國家作出貢獻 所以由他們十二、三歲開始 就會收到年份 即是朝廷每年都會派米供養他們 九米人的優越持續近三百年 一直到十八世紀才退減 到一八七九年 琉球被日本吞平 九米村亦漫漫煙沒 不過華人對當地的影響 並未因此停止 這裏是位於沖繩西南部的石環島 每年四至十月 一星期有兩班郵輪 由台灣基隆港出發來到這裡 讓遊客上岸觀光 石環和羽那國、竹庫等多個島嶼 合稱為八重山 是日本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 由於兩地水路很近 從而奠定兩地之間 一段深厚的淵源 1895年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 清廷戰敗 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做殖民地 台灣和八重山的居民 於是交往頻繁 到上世紀三十年代 台灣人林發 發現石環島的氣候和土壤 很適合種植鳳梨 於是就招募了三百三十個台灣人 過來開墾 還開了一間鳳梨加工廠 中植園營運成功 吸引了其他台灣人陸續加入 形成明朝 敏仁三十六勝之後 另一次華人移居到沖繩的移民朝 最初開始台灣人 就來到了名藏這裡開墾 後來他們漸漸擴展到 旁邊一個叫做鬆田的地區 種粟米、鳳梨、芒果等 開墾了很多土地 從田良孝在近二十年前 第一次聽到華人 從台灣移居八重山的故事 他覺得很吸引 於是開始追尋這一段歷史 聽很多老人家說 以前他們大部分人 都會去台灣謀生 另一方面 我在石環島採訪的時候 就發現島上原來住了很多台灣人 還引入不少台灣文化 所以如果兩邊的故事都聽聽的話 相信對八重山這個地方 會有另一種體會 從田良孝經常會去採訪從台灣來的華人移民 東金三是他其中一個採訪個案 他在石環島土生土長 旅遊季節他會兼職帶團做領隊 而正職是農夫 在爸爸流下來的土地 終值鳳梨 在大約七十五年前 有朋友問我爸爸 過不過去琉球發展 起初我父母只想過來看一看環境 但來到石環島 看到這裡的土地不錯 於是就決定留下來開墾 去吧 東金三的爸爸叫陳弘發 原本在家鄉台中種田 他小時候聽爸爸說 八重山的耕種技術 被台灣落後 當地人只是靠雙手來耕種 但是台灣人移民過來之後 就引入水牛幫助耕種 水牛最初從台灣引入石環島 幫助農民很多 因為這頭日頭太熱 水牛不肯做事 但是到了晚上 他們整晚是這麼做 做不停 水牛可以很長時間耕田 比馬好用很多 台灣人引進水牛 開墾了很多農地 令八重山人 覺得自己的土地被人搶走 所以很反感 不想台灣人在這裡住 想把他們趕走 台灣人在這裡 想把他們趕走 台灣人在這裡住 台灣人在這裡住 過去被日本統治 日本人始終有優越感 覺得被統治的人 應該較遲一等 八重山人 因為自己日本人的身分 當年對台灣人 都會有一種 看不起他們的感覺 一般的日本人 他其實都會 對台灣有一種 很蠻慌的想像 這樣子 自從日本 開始殖民統治台灣之後 他為了合理化統治 所以他其實就會把台灣 講成就是一個 有很多的那個 就是獵人頭族 然後他們叫聲藩 日本政府自十九世紀後期 開始向外軍事擴張 原先政府打算在國內 最南端的地方沖繩 發展熱帶實驗基地 台灣成為殖民地之後 日本的國界因此向南移 而台灣也取代沖繩的軍事為之 等於是說以台灣做一個跳板 他從台灣就是在南進到 中國南方或者是東南亞 到後來其實整個軍事 軍事的這樣的一個建設 他就全部都移轉到台灣去了之後 那八重山當然他們就 就反而被邊緣化了這樣子 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 大興土木 興建了很多現代化設施 也因為這樣 當時吸引了不少八重山人 選擇到台灣發展 九十九歲的白寶英恆年輕的時候 爸爸就帶著他一起去台灣 一住就住了十五年 那時候台灣是很多八重山人很嚮往的地方 因為日本那時候環境非常不好 可以說去到谷底 在八重山這邊 就算中學畢業都上不到大學 又難找到工作 所以爸爸說 不如帶你去台灣 找工作做或者讀野校 機會都會多些 所以就帶了我去台灣 那時候父母一起去台灣 白寶英恆在1930年去台灣 他還記得 當時台北人口超過四十萬人 總督府周圍一帶很熱鬧 而且日本政府 因為想搞好台灣經濟 所以辦了很多展覽會 吸引投資 白寶英恆來到台北就上夜校 後來考入鐵路局 沒多久還升做車長 看見當時媽媽寫的信就知道 在日本因為爆發戰爭 政府管制好業 所以媽媽經常說 不知可以熬到什麼時候 相比之下 當時在台灣 工資不斷加 生活反而很安定 我是台灣為我第二故鄉 對台灣的印象和回憶都非常之美好 八十八歲的新眷知是八重山人 三歲的時候 他全家人移居台灣 爸爸在鐵路局工作 而他也在台灣 過了一個美好的童年 在大都會體驗到的東西 在台灣也可以體驗到 好像在神社舉行的節日慶典 行商店街 在劇場裡看電影 歌舞技藝表演 最深印象是在基隆港 海邊的榮灘設備很齊全 所以我經常去游泳 新眷知 很享受在台灣的生活 無奈二戰結束之後 所有的日僑都要撤離台灣 在日治五十年 大批日本人移居到台灣 也連帶日本的精神和物質文明 都一併帶到當地 一改台灣的面貌 而位處國家南端 一直備受日本政府忽視的八重山人 反而通過台灣 令他們可以和日本的文化接軌 以前石環島這裡都沒有壽司吃 但之後 那些人就開始吃壽司 服裝方面也是 以前這裡的人 都是穿琉球服裝 後來 就有人像我們那樣 開始穿和服了 流走 八重山人移居台灣的短暫歷史 隨著二戰結束而告一段落 但是從台灣移居八重山的華人 就因為戰爭結束 而面臨身份危機 結果四出奔走 去為自己取回公道 一九四一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 戰火波及本來是平靜的沖繩 在石環島 台灣人臨發創立的鳳梨園 和罐頭加工廠 開始經營困難 因為在打仗的時候 用了鐵來做大炮、軍艦 不夠鐵做罐頭 兩三年之後 大家都不再生產罐頭 改為生產鳳梨桿 到一九四三年 日本政府說 鳳梨屬於奢侈品 不要再種 要他們改種米、番薯等 所以加工廠慢慢做不住 戰爭期間 沖繩的台灣人大部分都撤離 只得少數人選擇留下 賭田祥正 原本叫廖祥正 他爸爸廖建福 就是少數留下的台灣人 爸爸是超和十年 即是二十七歲那年來到這裡 他初初在林法的工廠做管工 後來戰況激烈 台灣人都疏散回台灣 沒有再回來 但是爸爸覺得石門島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所以就沒有走 選擇留在這裡 是最好的地方 他們會想要去 尤建福 向撤離的台灣人買了幾隻水牛 在戰時沒有那麼緊張的西表島 繼續耕種 到戰爭結束 他們一家人又搬回去石門島 不過又有誰猜到 就在這一來一回之間 他們的身分竟然會徹底改變 日本戰敗,台灣歸還中國 留在沖繩的台灣人 一下子由日本籍 變回中華民國籍 成為旅居日本的外國人 戰後 美國根據尼米茲報告 接管沖繩 一群台灣移民雖然獲准留下 但是外出都要帶著一份 叫做在留許可證明書 當時沖繩人去日本本土 出入境都要出示護照 成為了外國人的台灣移民 地位更似一等 我們在這裡出生 我們在這裡出生 又沒有日本籍 又沒有台灣出生證明 所以不可能拿到護照 除了這裡 根本去不到其他地方 我不會說當時自己很生氣 但是覺得自己的心灰了 反正都回不了台灣 就要想辦法在這裡生活下去 島田長政的爸爸廖建福 和大哥廖秋雄 意識到國籍問題 會影響到下一代的前途 於是在1962年 率先和部分八重山的台灣人 一起爭取日本國籍 日本政府給他們的回覆是 要申請入籍 首先要證明他們已經脫離 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當他們向台灣政府 申請文件的時候 又遇上困難 當時台灣和中國的關係緊張 國民黨可能怕台灣的人口 和當兵的人數會減少 所以不批准他們 脫離中華民國國籍 日本政府出自批准他們的申請 一共22個住在八重山的台灣人 成為了第一批 拿到日本國籍的台灣僑民 很開心 和太太原本想結婚 如果還是沒有國籍的話 怕將來會影響下一代 所以二十歲拿到國籍 就馬上結婚 在沖繩的公民書館 可以找到當年石援市議會 寫給沖繩市政府的陳情書 要求政府基於人道立場 盡快解決拖延已久的 台灣僑民國籍問題 對 對 對 到1971年 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年 台日斷交 台灣政府由於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 於是改變對海外僑民的態度 台灣政府怕留在沖繩的台灣人 因為聯合國不承認台灣 會轉為申請中國大陸國籍 就是因為怕有很多人會這樣做 於是台灣突然有批准他們放棄台灣籍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歸化日本 結果在1973至1975年之間 178個住在沖繩八重山的台灣人 順利入籍日本 這位是我父母的神位 其他神我都不相信 但對於父母 我每天都會斟茶給他們 一年365天都會 今天又再保佑我們 賭田長政 接手爸爸廖建福的農田之後 就專攻種植芒果 這裡的地很適合種芒果 因為芒果需要弱酸性的土壤 種芒果不是很辛苦 但是就很困難 他說最初學種芒果的時候 由於經驗不夠 失敗過很多次 最後他要去台灣找親戚指導 也因為這個原因 他第一次搭足台灣 小時候 因為自己是台灣人 經常被人笑 被人欺負 所以對台灣沒有什麼好感 但是去到台灣 很自然就說起敏南話 接著就有一種感覺 覺得自己是屬於這裡的 開始覺得台灣是自己的祖國 每年七月 石環島都會舉行水壩制 藉此促銷當地的特產 大會安排特別的攤位 推介台灣的農產品 當初八重山人 排擠從台灣來的華人 多年之後 他們終於認同 華人開墾當地的貢獻 而且還立悲表揚 好多謝台灣移民 為八重山帶來了農業革新 譬如 以前八重山的農業 只是靠人手和坐頭開墾 後來 全靠台灣人引入水牛 才說懂得用水牛來耕田 所以 這個紀念碑 專門感謝台灣人 對我們八重山農業的貢獻 石環九雄退休前 是中學校長 他說教科書 有關八重山的歷史 從來都沒有提及台灣人的貢獻 這個做法 其實是對華人有所虧欠 日本殖民時期 有很多在這裡的台灣人 受到不公平對待 我們希望向歷史借鑑 要跨過這些痛苦 希望今後 在文化方面 雙方有更多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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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 梁氏吳江會的負責人 常江州和南 來探望他們最年長的會員 今年九十九歲的 古謝岸青 他們的祖先 都是明朝鴻武年間 朝廷派遣到琉球的 敏仁三十六姓當中的 翻譯專才 古謝岸青 是沖繩土生土長 說的是當地謊言 不過 他就很喜歡和人介紹 自己的祖先是來自中國 祖先是來自中國福建省 他們是很厲害的人 我很尊敬他們 每年清明都會去拜他們 華裔血統對一群沖繩華人來說 最大的影響 是二戰期間日軍精兵 他們因為不想打自己的同胞 古謝岸青就選擇離開沖繩 移民到南美 我是二十三歲去巴西的 和家裡四個人一起去 那時候打仗要精兵 我就被招募已經合格了 那時候發生了盧溝橋事變 爸爸不想我參軍 說不如我們移民吧 古謝岸青 投靠當時住在巴西種香蕉的姐姐 一住就住了十幾年 到1951年才回到沖繩 如果我留在沖繩 一定會被派去打仗 一定不會有命回來 不會有現在的生活 古謝岸青記得 當時不單止他們華人 就算是一般沖繩人 很多都不想跟中國開展 我的朋友都有派去中國打仗 聽他們說真的很殘忍 日軍見人就殺 老百姓都不放過 但是沖繩人是做不到的 亦不會這樣做 因為沖繩人和中國人 自古以來已經有很多交往 所以沖繩人不忍心殺中國人 1945年3月 美國派出54萬大軍攻打日本 日本政府為了拖延美軍登陸本土 派重兵到沖繩開戰 甚至強迫當地未成年的學生 加入鐵血勤王隊 抵抗美軍 戰士在沖繩持續了三個月 死傷無數 四個沖繩人之中 就有一個人離難 是當地一段慘痛的歷史 而日本戰敗投降之後 沖繩被美軍託管長達27年 期間美軍不斷強徵居民土地 用來興建軍事設施 令到當地人很不滿 我們覺得沖繩就好像日本一個 釘出去的石頭 對日本來說 沖繩是重要的軍事據點 只有這點對他們是重要 但是居民的生命財產 他們就完全不考慮 他們想要守住 他們的心情是完全不滿 更加不滿的是 1972年 美軍把沖繩的行政權 交回日本 但是就沒有撤走 一直到現在 全日本的美軍設施 超過七成 都是集中在沖繩 帶來的噪音 飛機升降安全 甚至美軍滋擾問題 一直困擾當地 Ho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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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 叫做尖角豬島的釣魚台 屬於沖繩縣範圍 中日兩國 經常就釣魚台主權 出現糾紛 對沖繩 亦造成很大困擾 沖繩在戰前 和中國保持很親密的關係 現在過了比較安穩的生活 但日本政府最近 又令到周邊局勢升運 很多沖繩人都覺得 是在製造麻煩 擔心會受影響 沖繩人對日本政府的不滿 多年來起起伏伏 要求獨立的聲音 亦不斷出現 去年年中 有人甚至發起 琉球民族獨立的可行性 石原教授認為 這些主張獨立的聲音 正好反映部分沖繩人 對琉球王朝的眷戀 我們琉球人和大和民族是不同的 雖然我們的護照寫著日本製 表面上是日本人 但是去到外國 都不會說我們是日本人 會說我們是琉球人 琉球王朝已經結束了135年 但是在大部分沖繩人心目中 他從沒有消失過 而作為琉球歷史重要一環的 敏仁三十六成 他們相傳下來的習俗 仍然得到重視 每年九月二十八日 是孔子丹臣紀念日 由敏仁三十六姓後裔組成的崇聖會 每年都會隆重其事 舉行祭孔大典 這個祭典由1610年開始 差不多有四百多年歷史 從琉球王國時代已經開始 死の玉枠 死の玉枠 学びて時にこれを習う 学びて時にこれを習う 聖聖會在1914年成立 今年剛好是一百週年 如學 當年由敏仁三十六姓傳入琉球 曾經崇尚一時 即使到今日 沖繩人 仍然不忘敏仁三十六姓所作的貢獻 九米人為琉球帶來了很多中國學問 他們的影響不限於經濟 而在教育方面 對琉球繁盛的貢獻都很大 所以要清楚琉球歷史 就一定要研究九米歷史 好事 經歷過二戰的游論 美軍的托管 沖繩人一直覺得被日本政府邊緣化 而敏仁三十六姓後裔的存在 彷彿提醒世人 琉球王朝曾經擁有過最光輝的年代 然後是愛情來的時候 戀愛預告 之後是高清好戲派 《賭神》 第四 incorporating 再稱鴻icker 快樂 所以 早送束 晚楽 Pill this morning 35分